红收 鲜红玉滴的草莓一刀减下 尽管平日天气好 还是吸引不少民众来采草莓 但老板其实有苦说不出 直挺挺的 它就没有受到影响 隔壁这一棵 你看这个叶片就开始下垂了 温室里的草莓耐得了下雨 却抵挡不过剧烈变化的天气 我们就是忽冷忽热的时候 它的落差会相当大 你没有赶快做那个处理动作的时候 它就已经晒伤的时候 它还要在一段时间再回复 那时候回复起来的时候 等于你草莓已经快要结束了 太阳出来赶紧把帘子打开透透气 就怕草莓一有损伤 直到4月的草莓季直接爆销 这周天气三温暖 周三周四吹起南风 温度大幅回升 个体高温有机会超过30度 到了周五 封面加东北季风暴到 恐怕形成倒春寒 意思是才刚回春就打回冬天 高温的部分可能光落差 就会来到9度到10度左右 不过这一波原则上都还是 所谓的东北季风 还没有达到比较冷的温度 气象局表示 周五晚上到周六白天 是这波东北季风影响最大的时候 背部低温下探15度 提醒民众春天天气 炸暖还寒 除了可能对农作物造成影响 也别忘记事实加减衣物 注意身体健康 大家喜欢旁金城 这边您台北报道